圖表產生出來這邊一個 然後切回來這邊再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就是入接到前十名 如果我今天希望得到一個像這樣的按鈕 要刪除資料 所謂的資料 這個資料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除了這個之外 以外的工作表幫我刪掉 那你不能刪錯 不要說把資料給刪掉 將來就沒有原始資料 也沒辦法變出那個樞紐分析 表跟樞紐分析圖了 所以 刪除的程式如何撰寫 他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可能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的話就是 如果你要刪除那個工作表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假設你要刪除 那首先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 你可能就是 要注意一點就是 如果你假設刪除的 是第一個 比如他總有四個的 如果你刪除第一個 其實 Isail有一個 比較麻煩的地方 如果你刪掉這一個 他第二個會怎麼樣 會遞不到前面 也就是 二會變一 三變成二 所以如果我今天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什麼 第一個到第三個好了 如果我刪掉第一個 二跑到前面 我要刪第二個 所以我建議各位 以後要刪除那個 就是工作表的時候 建議是從後面倒過來刪 什麼意思 就是 我們如果假設 如果我今天倒過來刪的話 那我如果刪掉第三個的話 這個不見對不對 他其實第四個 這個第四個 會地補到第三個 但是 第二個 跟第一個 並不會影響 所以建議 當然不是只有 工作表是這樣 其實藍跟列也是一樣 將來如果你要刪除 哪一列 他可能會地補上來 所以你如果顛倒刪除的話 這個問題 當然就不純粹 所以 我們如果要刪除的話 接下來第一個 請你在那個 我們的 開發人員裡面的 Visual Basic 首先的話 我們就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 我把它直接寫在這邊 再按右鍵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 不多 首先的話 我們就增加一個叫什麼 增加一個叫 刪除資料以外 工作表 Enter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 將來可以對應什麼 對應這個按鈕 那接下來的話 我剛剛講過 我要倒過來刪 可是倒過來刪的話 我們可以跑回圈 For i 等於 不是從1 我從尾巴 那尾巴 你會從第四個 到 第一個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越來越少的話 請你後面要補一個 叫Step 減1喔 這個一定要加喔 如果你不加的話 預設是 會幫你加1 不是加負1喔 那等於是說 如果你沒有加Step負1的話 它程式只會跑一次就跳離了 4 然後這5就沒 因為它後面的話是越來越少 所以記得一定要補上一個Step負1喔 另外還有一點 可能要注意一下 目前我們看到這4個工作表 可是有可能一種 如果假設這個沒有 比如說這個 這個假設沒有出現的話 那變成只有三個 那這樣的話 程式一定出錯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這個4的數字喔 盡量是直接抓 目前工作表有幾個的數字 那我怎麼知道 這邊的工作表有幾個 你可以找到一個叫 序執物件 序執物件的話 它裡面有個屬性 點下去有個叫 點Count 序執點Count 其實得到的結果就是 目前工作表有幾個的意思 所以喔 我得到目前有三個 所以這邊序執點Count 得到這三 3到1 所以喔 這樣的話呢 就是 會自動幫我 從3開始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 假如說 這個資料 它永遠在最後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 把序執點Count 直接減1就回了 為什麼減1 因為呢 我們假如說 這邊有三個 你減1不是兩個 所以呢 理論上 就會從2開始 2到1的話 那所以 只會刪這個跟這個 那這個會留下來 所以減1的話 意思說 幫我保留最後一個 的意思啦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 就刪掉 我要的那個 那刪怎麼刪 很簡單 Shit 瓜糊 第幾個 第i一個 後面加什麼 加Delete 所以點Delete 這樣的話呢 就是 第2個先刪 然後再來 第3個 所以我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 游標放這邊 然後F8 這個時候 Shit點Count 總共是3 對不對 3減掉1 所以是2 2到1 所以是第2個跟第1個 幫我刪掉 所以 i目前是多少 2 OK 點Delete 所以理論他是把這個刪掉 這個刪掉 他會跳出這個 你要不要繼續啊 那你一定要按刪除 這個就不見了 有沒有 然後再NAS NAS的話呢 當然 Shit點Count 一樣是 2 Shit點Count 變2個 那所以呢 兩個 減1 所以他下一個 I等於1 I等於1 所以意思說第1個幫我刪掉 第1個幫我刪掉 但是你會想說 老師這個很麻煩 這個會跳出這個訊息 那如果說呢 假設我要刪得 工資本很多 那豈不是一直跳一直跳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假設不希望跳這個訊息的話 有個方法 請你在那個刪除的上面 加上一個敘述 就是呢 請那個Application 指的就是Excel 請Excel這個誤切 Excel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呢 幫我把那個訊息提示關掉 訊息提示就是 Displace 應該 顧名是 顯示 alance的話 就是 那個訊息 剛剛那個東西 是否刪除 那我不要的話 你很簡單 就是Application.DisplaceLance 等於什麼呢 關閉的話呢 就是等於Force 好那這個有什麼差異呢 我們來試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那我一樣先把這個 先再做一些 工作表 不然的話沒有工作法可以刪 好 那這邊的話我把它執行一下 我一樣 先 Shift.com 現在目前有四個吧 四個減一個 所以第三個到第1個 好 如果加了這一行敘述 它就不會跳了 直接刪 有沒有發現 它不會說是否刪除 沒有了 所以你直接跑 有沒有 直接就OK了 增加一個 再增加兩個 再增加 第三個 然後最後可以把它刪除 這樣就OK了 不過 當然我是覺得 這邊會有個BUG 如果你現在 再按一下會怎麼樣 因為再按一下的話 顯然它如果沒有防呆的話 總共一個嘛 1 所以這個如果弄 應該 程式會有BUG 沒有影響 OK 所以其實也OK啦 好那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刪除那個 這個程式 那我雲端放的程式 好像跟這個長的 有點不太一樣 之前寫得比較複雜 所以我大概把它更新一下 就這一段 然後一樣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裡 第幾頁我看一下 應該是第最下面 第18頁的地方 OK 試一下